这个没有双手却抱着电风锅喝水的男人叫熊狗 住在老干不远的九龙镇 这是他的父亲 当年在镇上食品公司干着卖肉的工作 三年前退了休 他们一家住在村里最旧的土房里 熊叔今年78岁 三十几岁的那年 熊叔贴出老师公文包 和几个朋友抽了一万多块钱 买了个四轮车做原油生意 那时候的一万多应该不是个小数目 接着第一单生意就出了事 原油起火烧伤了人 来了所有的积蓄后 在朋友的介绍下去食品公司打炸 因为头脑灵活学会了杀猪 后来各地工商户的兴起 便在镇上摆了个汤 他说那个年代卖肉不挣钱 但家里的油水不差 也养到了三个孩子 多年前熊叔就在镇里买了地坪修了楼 熊哥是老道 妹妹是大学毕业 当了人民教师 还有个弟弟 熊哥十岁被达米坊的高热店伤了手 他说现在除了插样和收到 不能干 其他都可以干 这几天因为高温干旱 种的菜好多都汗死了 一家人都发了愁 就连家里的鸡都被热得堵在了床下 不敢出门 有必要扯得了 不行我天天被小声 那个大油鸡要去 我们那个嘛 我们那个 别人不说你挑啊 他还早去吃的 你又挑了 他早吃到哪里 都在那里 你已经挑啥了 不然他很挑啊 我就把你挑 要的吧 我弄那个大同学把你硬过去的 当你硬 都在那里 都在那里 他 他 他早起吃的 所以 当你过后 究竟对那个有没有影响 你拆 那是可以 不给你拆 那是可以 我觉得一时就无聊了 熊哥说 受伤后 刚开始什么都干不了 出门别人都会多看他接 不过时间会淡化一切 后来这里有个姑娘 看他肯干 主动追求了他 给他生了一个儿子 我把那个腿车子捞在家门上来 晒干了 把那个股子装在窗里就捞出 我把腿车子捞在家门上来 我把腿车子捞在家门上 摘羊就是我父亲和父亲去查的羊 收购的事都是我们回来 否则都把它用回来 晒干了 装在昌乐节 我们都是一家人 都是能够使用那个倒骨 我妹妹都是过两个事 我妹妹过两个事 放假了 她都是人民教师放假了 回来都陪伴我父母 回来给点墙给我们父母 我都回来每个墙给我们父母都是 平时需要挑那些 担分领财 担分领包补那些 都是我去担 我担去街都是这样的 有没有钱 就出点底 就这样 每个人都一定会准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